中美貿易大戰的瘋火之下 抖音會是下一個華為嗎 今天明天就要帶我們來看到 抖音全球擁有12億用戶 這麼多 而且他是第一個 在臉書公開點名 令人忌憚的對手 除了商場之外 抖音為什麼令人害怕 好 俊翰哥 老實說你有玩抖音嗎 小朋友在玩 我爹也沒玩 所以代表我們兩個是老人 可是說真的 抖音在小朋友界非常非常的夯 所以呢 他不只在中國大陸 獲得很大的成功 他到美國去 進去一年多喔 讓臉書的創辦人 佐克伯嚇得半死 他其實從來不會評論 其他公司的狀況 可是呢 他就在10月初的時候 他在一場公司內部的會議上面 那會議紀錄不小心流出來 一流出來的內容不得了 原來他非常在意抖音 TikTok在美國的發展 他怎麼說呢 他說 的確 TikTok做得很好 他開始在美國表現非常好 尤其是年輕人全部玩TikTok 因為年輕人現在 比較不玩臉書了啦 所以TikTok非常多年輕人在玩 他就覺得怎麼那麼成功 另外呢 在印度呢 還有其他地區的成長 也相當迅速 我認為就規模而言 Instagram已經是過去式了 臉書自己買了Instagram 他認為是過去式了 沒人要玩了 是的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今天IG是他自己的孩子 他居然說 IG已經被TikTok碾壓 而且已經變成了過去式了 而且TikTok不只是他的軟體 進去到美國去 他現在直接親門踏戶 他要大大的好好的立足美國市場 所以他昨天最新做了一個決定 他要把他們的總部 新的辦公室就設在 美國彎曲的矽谷 這樣美國彎曲的矽谷 是全球各大科技公司的總部 你要設在這個地方代表 你是有兩把刷子 你是被全球認可的科技公司 我們看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就是那個 就印山的Bay Area 然後呢 像這裡有雅虎 Intel Ebay 蘋果在這邊 然後呢 這個 Google 對 山景城這個地方 最有名的公司就是Google 佔力非常大 另外呢 臉書呢 也在這灣區的這個 Mellon Park 不過TikTok最新的總部呢 他們就要開在這邊 他們要在 山景城 也就是Google的旁邊 建設一個總部 然後這個總部 據說錢只是WhatsApp WhatsApp現在被誰買了 也是臉書 你知道嗎 我拿你的舊辦公室 當我新的總部大樓 不只如此喔 他們還要在這些地方 想辦法找人 招兵買碼 那他要怎麼樣來祭出誘因呢 他們就開除了 高出兩倍的 20%的薪資 要來挖人 據說他們從2018年以來的 已經挖走了臉書 超過20名員工 不只是建設臉書的優秀員工 像是呢 蘋果啊 Google啊 亞馬遜這些員工 他也要大挖強角 因為我要在美國大肆的發展 我需要很強的人力 不可能從中國搬工程師過來嘛 而且要熟悉美國市場 他從這邊 就地利之變 我這邊最多的科技人才 科技阿宅 愛玩臉 愛玩這個抖音的人 我全部來這邊來吸納你 希望能撞到我這個抖音的實力 好 你看 今天主客博他才剛講 TikTok是令人讚嘆的對手 沒想到立刻我就到你的後門 插旗高薪挖角 在這個背後 看出了主客博的什麼恐懼 12億的用戶你想想看 非常驚人 所以那個人流帶來的金流 告訴我們 那個12億是什麼概念 好 我們來看一下TikTok 為什麼讓臉書的這個主客博 相當的緊張 在這個下彩排行榜上面 就可以看到了 其實TikTok在全球的下載量 目前是達到12億次 其中美國進去一年多 這個下載量就有達到1.5億次 看一下 不管是在App Store 就是蘋果的App Store TikTok是第一名 這是2019年第二季的數字 在Google Play也是佔據第二名 其實上一季他們是第一名的 所以加起來的話 目前Overworld整個在這個 就是手機的商品應用下載平台 他們是佔據第二名 只差臉書一點點 實際上他們上一季是第一名 不過第二季可能 大家已經下載過了 就稍微掉一點點 但是它的表現還是非常的好 那我下載量多沒有意義 重點是那個活躍用戶 就是說你每天會上去TikTok 滑一下看一下的人有多少 這才是黏著度的所在 那TikTok目前每日的活躍用戶數 就有7億人 7億是什麼概念 這7億什麼概念 地球十分之一的人 每天都在玩TikTok 而且臉書包含了臉書 IG Messenger WhatsApp 一天的活躍用戶數 也是21億左右 所以代表每一家大概就5億左右 全部都輸給TikTok的這個抖音的表現 然後傳出抖音現在還要擴大規模 他們不只是要做內容之外 他們還要想辦法收弄其他優秀的公司 所以現在傳出說他要來收購 美國的社群平台有非常大兩家 一家是Snapchat 他就是玩得有點短影音的 然後他很快就可以消失 那年輕人也很喜歡 Snapchat就有2億用戶之多 再加上另外一家是Twitter 川普之外的Twitter 這是一個社群平台 他是發文沒有照片 那還得了 今天川普他所有的重大政策 他的情緒的宣洩出口都是Twitter 說不定我們TikTok還要審查一下 你知道嗎 是不是 你今天我的Twitter要是被 露氣給買走了 他敢不撞掉 所以很多專家說 這會引發美國的國安疑慮 好 不管有沒有國安疑慮 我們來看一下TikTok 為什麼年輕人那麼喜歡 這個小男孩 他是一個20歲的小男孩 他的影片其實我沒有找到 他就是一個很有創作力的小孩子 他沒有什麼錢 他很喜歡饒舌 他就試著在TikTok上面 把自己的歌曲 叫All Town Road 放上抖音之後 他就開放給所有人用 所以很多人拍影片的時候 就會拿他的這個影片 當作背景音樂 沒有想到哇 一起之間爆紅 那這個歌在TikTok紅了之後 他又放上就是音樂平台 去給人家下載聽 光Spotify 播放次數就超過7400萬次 這首歌 因為TikTok他爆紅 因為YouTube觀看次數 也超過2926萬 那這些年輕人都很喜歡TikTok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TikTok 他在年輕人族群市場吃這麼大 過去TikTok可能是 就像跟你說 你的小孩在看嘛 對不對 可能就17歲的國中生 以前他從早期的 大概18到24歲的小朋友在玩TikTok 現在因為內容越來越豐富 很多藝人都在玩 這個用戶都擴張到20到30歲 用戶賺品已經達到40%以上 所以TikTok真的不只是很小小朋友喜歡玩 他已經開始侵蝕到IG的用戶 還有可能是YouTube的用戶 以及臉書的用戶了 所以你看竹客博為什麼這麼對他忌憚 除了因為你看買買買 哇哇哇之外 他的課程被他向上向下 好年輕 太厲害 整個通吃一桶的概念 眼看這個TikTok要親門他戶 要把臉書的用戶用走 我一定要想想辦法對不對 我們知道臉書其實 他都是以照片跟文字為主的 他搖搖搖搶這個短影音的市場 所以臉書他們宣布 他們在去年就推出叫Lasso 這個Lasso他的app 其實跟TikTok很像 他大概也是拍大概15秒的影片 你可以自己放音樂進去 我們畫面上可以看到 不過他不敢跟TikTok正面硬碰硬 他先去選TikTok還沒有進軍的 墨西哥市場開放下載 然後美國也同步上市 可是真的很慘 因為今年以來到現在 他的有42萬的下載次數 我們對比一下TikTok好了 12億次 42萬比12億次是要怎麼跟人家尬 所以臉書這一戰是打得有點辛苦 那Google資源也很龐大 他們說短影音的市場 TikTok這麼成功 我們也要來想一個東西 但是他們不需要臉書 他們自己做 他們是收購了一家公司 叫做Firework 那Firework 他其實也是一個 類似短影音的公司 不過他沒有走那麼年輕 這個影片是可以拍 大概30秒的 然後他主打是說 我可以做一些線上社群的連結 他強大 強化一些除了年輕人之外 還有一些比較年長的使用者 也可以來試試看 用短影音來分享自己的生活體驗 那我們剛才提到就是說 其實TikTok這個全球的下載數非常高 也講到就是說 可能他去收購美國的公司 這兩家非常大的社群網站公司 引發了相當多的國安疑慮 川普很害怕 你看這個Twitter 讓他害怕這個Twitter 絕對不可以讓他 變成了露氣其中的一家子公司 他不能暢所欲言 我們說的是資安 你想一個商業行為 一個在賺錢的一個商業的過程 扯上了資安 扯上了間諜 那就會變得很複雜了 可是非常抱歉 擁有12億次下載龐大海量的TikTok 抖音 他已經蒙上了間諜的驚警了 我們說小朋友喜歡玩 30歲以上也喜歡玩 阿兵哥也喜歡玩 就是世界各國的阿兵哥 這幾樣大片其實之前吵得很大 這個是美國軍人 他其實在玩TikTok 因為你知道軍旅生活很無聊 他想要分享一些 有在當兵好玩的日常生活 然後給一些親華藥看 所以這個阿兵哥 他在坦克上面健身 上傳抖音之後 大家都說 這是美國的重要的武器坦克 怎麼可以在TikTok上面給亮相 不只如此 還有這一位他是美國黑鷹 這個戰鬥機的女飛官 他也是在這個開駕駛艙的時候 就是在TikTok上面傳他的影片 他把一些什麼裝備 衣服 飛機 全部那些影片都上傳到網路上面去 所以很多人就認為說 哇 美國大兵都在玩 會不會有把美國的軍事機密 給洩出去的疑慮呢 因此美國的智庫研究 他們就說了 抖音很有可能會收集用戶的資料 傳到中國的伺服器 尤其在軍中 像是你在軍中 你就是在坦克上面做運動 或者說你在飛機 飛機這個戰鬥機裡面拍影片 你可能把駕駛艙的秘密 全部都洩漏出去了 所以呢 可能會讓敵軍辨識環境 還會追蹤到你未來 可能會到哪一些地方去作戰 你的足跡都被看光 行軍路線可能會跑掉 所以當局呢 讓當局在存取情報 風吹水 作詞人員 然後在前面 有機會 跟著人的 之敵 也沒機會 決定 就是 都急 對 反正 反正 反正